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你们的主任老师Toby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下我们 自定义空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自定义属性 然后讲了一下它的步骤 这节课我们就来按照这个步骤来具体的实现 步骤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在ATRS中添加属性 第二个在itmview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绑定属性 第三个就在我们插面中使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接着我们前面的itmview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空间 打开我们的原码 第一步就是添加属性 我看一下 在这个attrs中添加属性 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需要哪几个属性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需要三个 左边的内容 右边的内容 以及这个小箭头是否显示 这样三个属性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来写 它的这个标签叫做 叫这个 然后现在给它取个名字 这个名字有什么作用呢 在我们的 这个名字是什么用处呢 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们在这里 给它这个某一个属性写值的时候 都是用的安卓冒号 然后一旦我们刚才在那里设置名字之后 比如说我们设置在做itmview 到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方式 比如说id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这个名字的作用 就是这一个属性的 集合的名字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在这里用 好了 下面来写 先给它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之后 先把它包起来 好 这是我们这个属性集合的名字 然后我们要给它添加三个属性 左边内容 右边内容 以及是否显示小箭头 我们用这个attr这个标签 这个 就是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我们里边的这种名字 对吧 跟itmview是这种安卓的名字 里边的这个名字就是这种名字 好了 我们叫做 这个叫做 左边 nift nift text 还需要设置一个 就是格式 这个格式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又来看这里 大家看这些 这是我们itmview 这个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名字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格式 就说这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内容 我们看这里有id 这里有这个大小以及这个背景等等 然后我们这里设置的格式 这些所有格式我们都能够设置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够设置哪些格式 看这里面就是我们能设置的所有格式 这是text text text 当然就是这个文版 然后 是和否 然后color 尺寸 美举等等 这个美举稍微要特别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设置我们的背景资源 enjoyable 好 这美举什么用 就是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 设置一个 相对于空间的位置 你看 我可以设置一个下 再加一个下号线 加一个竖线 top 可以设两个对吧 这就是用的美举的这样一个属性 好 格式 我们的左边text 右边text 这个格式就是 street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右边的text 再设置一下我们的是否显示小箭头 show you 这个格式的话 就是不耳心的 好了 添加属性 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 atrs中添加属性 这个属性 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项目那边 所有的空间都能够用到 你制定的其他空间也可以拿到这个属性 也就是这个属性 我们的itemview 现在是没有和它关联的 我们要设置在这个属性 并且在xml中填了这个属性 我们itemview它为什么能拿到里边的值 我们需要做一个绑定的操作 怎么把我们在xml里面设置这些属性的值和itemview绑定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构造击数里边来做一个绑定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来获取一个属性集 把这个atrs传进来 这里边就要传我们的itemview这个属性集的名字啊 把这个属性集的名字传进来 把这个属性集的名字传进来 给它一个类型 少了一个字 稍微一个字 好嘞 导入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这个函数就把我们的这个属性 属性里边的内容都提取出来了 属性 属性集提取出来了 我们要把里边的内容给找出来 我们里边总共有三个 左 看这个是要选类型的 gitstream 这个和用json啊 这些是类似的感觉 这里边就要填这个name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name 好 填进去 gitstream 要这样写 要这样写 我们取的是这个名字 属性集的名字是这个 然后其中一个属性是这个 其实安卓里边自动 帮我们生成的是这样一个 他帮我们组合了一下 左边 右边 以及是否显示 write 是否显示 是一个布尔辛 给布尔辛 他需要我们传一个默认的值 默认写force 这看起情况 如果你说这个小箭头 我默认都是要带的 对吧 可以写出 都可以 然后用完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回收 现在我们把这些属性 根据这个属性 把它内容给拿到了 通过这种方式 把内容给拿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xml里边写的 这个属性的具体的内容 也就是比如说 这个 这种内容 我们现在就把它拿到了 通过这种方式 拿到之后 我们给它设置进去 我们已经有setview了 我们就直接用 好了 这样就绑定成功了 当我们勾到这函数的时候 它会去xml里边找 这个属性的内容 如果有 它就会设置进去 如果没有 它就是空 如果有就设置进去 如果没有 它默认返回就是出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xml里边怎么写 参调里边需要加一个东西 需要加一条这个命名空间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在这里输入item itemview 看是没有提示的 那这里有提示说 你需要插入一个命名空间 是否 我们插入一个命名空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帮我们插一条这个 把这删掉 它这一条 这个是代表命名空间的意思 它指向的 我们这个itemview 我们看一下格式 只有这一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atrs的名字 就这一句话 就这个名字 name name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然后后面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有都是一样的 只需要改这个名字 以前我们这后面是加包面 后来谷歌说这个东西 大家就用auto这个比较好 大家就这样写吧 刚才我们item 是点不出来任何东西的 现在我们说itemview 大家看已经有提示了 对吧 直接是left text 这里我们就可以出内容 我们先把我们原来的这三个注释掉 我们在 我们的channel里面写 所以第一个left text 姓名 然后right text tobi1 表明我们这是改过的 然后 小箭头 tru和force 这就提示了 写force 同理我们可以对下面的两个空间做些设置 比如说我设置年龄 中间的reate text我可以不设置 这也不设置 好 下面这个我们不动 好这样就做好了 检查一下 语言空间 item设置 像我们先来跑一下 跑一下会是什么效果呢 在按照studio 变印的时候会特别的费资源 和一个例子比较起来的话 谷歌 可能应该做一些优化吧 我们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第一个我们设置的是 设置的是姓名 对吧 这个没问题 左边有了 tobi1有了 是否显示小箭头 否 这是对的 第二个年龄左边有 然后其他两个没有设置 右边的我们没有设置 它默认就是空 这个也没有问题 然后右边的小箭头没有设置 你看它默认式显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句话 去读这个属性的内容 去读这个属性的内容 如果内容没有 默认就是true 也说默认是显示 然后第三个我们什么都没写 什么都没写 就是这样前面两个都没有 第三个默认 没有的话它反而是true 这个布局都是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分分钟搞定 我们在Xmail里面 写几个属性 就ok了 对吧 这个就是安卓提供给我们的自定属性的方法 我们再总结一下 三个步骤 atrs中添加属性 添加属性 atrs 添加属性 这样一个 这个是属性集的名字 这边是每一个属性的名字 以及属性的格式 很简洁对吧 很简单 就这样 属性添加好了 添加好了 但是我们这个没有和我们空间绑定 然后我们第二步绑定属性 从这种方式和我们的空间做一个绑定 绑定 绑定好了之后 第三步 它没有种使用 就和我们平常使用安卓的这些属性是一个效果 只是我们注意要添加一个命名空间 这个命名空间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只是这个名字不一样而已 这样就ok了 三个步骤 不知道大家掌握没有 好了 自定属性 这一块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